而现在根据周刊的消息掌握 特征组在起诉了机密外交并案之后 趁盛追击 第四波已经锁定了国泰金控并释华银行的过程 发现了前总统陈水扁 他涉嫌从中收受了国泰蔡家5亿元的好处 吴时珍也承认在陈水扁8年的执政期间 那么国泰蔡家总共送出了5亿元给贬家 怀疑陈水扁曾经下达指令 要求官员要全力来推动这个案子 并且在完成了合并之后 收受蔡家的政治现金 由于时间相当巧合 解放认定这笔的巨款 跟国泰金控并释华银行有关 因此陈水扁涉嫌利用职务之变收取贿赂 有可能会在过年之前再次的被起诉